在生活面前啊 很多人选择按部就班 但接下来这位追梦人 他选择的是 与众不同 欢迎她 嗨 大家好 这打扮得特别有 特别有感觉 您先请坐 谢谢 您先请坐 请问姑娘方名是 在下刘叶玲 来自河南信仰 哦 今天打扮非常别致 琴棋书画是否样样精通啊 现在是一种假象 那真相是 一会儿你便知晓了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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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 我一开始以为你要展现一段什么 民国风旗袍秀了 其实那个不是我的范儿 后面那个是你的真的范儿 对对对 这个叫什么范儿 你概括一下 它是一种健康健美的 哦 健康范儿 好的 姑娘方玲几何呀 大家都镇定了啊 镇定 20加30等于多少 对啊 眼睛不要瞪这么大 50岁啊 对 也就是说我从30岁开始锻炼 锻炼到20年 就是现在我这个样子了 哦 这是 这个是我儿子 啊 你儿子要是把这照片 发他自己朋友圈 他找不到对象 你信不信 不知道的 以为是他女朋友 肯定 而且我如果是个女生 我一看我放弃了 我身材还没你好 怎么才能做到50岁了 能有这样的 无论是心理状态 还是身体的状态 都能这么棒 其实我觉得我的锻炼总结起来 还是蛮简单的 碎片时间全都可以的 例如下雨天 我没法遛狗怎么办呢 我给他 我坐电梯下去 然后我拉着他楼梯跑上来 就说我没事 我家的狗类的跟狗似的 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 那狗类的可不就跟狗似的吗 很会玩我发现你啊 这哪里啊 这个是去年黄河漂流30公里 30公里 对 它的水数相当于菲尔普斯游泳的6倍 这个我要重点提一下 这个是我横渡马六甲海峡 横渡马六甲海峡 横渡海峡可能是我所有的挑战里面最痛苦的 生理上最痛苦的一次 到半程的时候 你就觉得你的舌头开始裂了一道一道缝 我觉得那天我把这一辈子的盐全吃完 太痛苦了 你是只玩游泳吗 还是还有其他的东西也会玩 这又是在干什么 这个是西降跳瀑布 跳瀑布 对 我们15米以下的都要自己跳下来 什么也不带 就是咚就下去了 对啊 你这个各方面的素质也太好了 这又是什么 这个是我在学习15000英尺高空跳伞 你的生活就没你不做的事情 然后没有什么是可以成为 这个年龄段的人 为什么要设立一个年龄段 就是因为我习惯了 我习惯生命50岁的人在干什么 我告诉你 王长武 麻将 织毛衣 抱孙子 我为什么活成这样 就是因为 我没有给自己限定过年龄 我会跟着小朋友一起去学花轮 学花板 然后去学古增 然后跑到中文系里面去 哪个老师讲的课最有意思 然后背个包就得听 没有我干不出来的事 以前都是我们在国外杂传看到什么一百岁剧跳伞了 是 然后多少岁保持身材可以穿笔记尼 这现在中国不是有一个我了吗 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我还能活得更精彩 真的 你今天来到中国梦想秀是带着一个什么梦想来的呢 挑战极寒 极寒 零下45度 我要穿着比基尼去游泳 零下45度在哪里游啊 贝加尔湖 太北了吧 演 没有 什么概念 我不知道 我南方人 我零下一二度就冻死了 如果说我们的皮肤不保不好 接触到冰面的时候会粘掉皮 是不是那种听说 比如说谁调皮去舔一下舌头就粘住 对对对对 然后扯不下来 然后所有的睫毛什么东西全都是冰渣 白茫茫一片脸上 嗯 家里人支持你们去零下45度的地方穿个比基尼游泳 我还没告诉他们呢 是不敢说还是 我就不想让他们操心 我爱他们 事后才告诉他们 自己咬着牙去完成这个很难的挑战 最起码不会让他们担心180天吧 对吧 我会算这个账的 但是你会让我担心一段时间 是吧 那怎么办 拥抱一下 拥抱一下 加油 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目标直指贝加尔湖 对 对 请上宣誓台 请开始梦想宣誓 180天 我要挑战零下45度的贝加尔湖冰勇 请进入时光隧道 十分之后 閒 过来 使务 后赶未来 请进入时空门 冰儿 对